TikTok用户Fernando发布了一段和自己女友在泳池中自拍的画面 Fernando说两个人是在一位朋友家聚会 当他们在泳池中自拍的时候 无意间手机记录到了一个怪人 注意画面后方的这个低着头的怪异的女人 等这几个人一起潜入水中之后 这个女人就消失了 Fernando说当时在泳池中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参加聚会的都是认识的朋友 唯独背后的这个女人 她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 她从头到尾也没有在现场看到过这个人 她也是在翻看视频的时候才注意到的 她觉得无法解释这个女人之后去了哪 最后她只能是将视频播到网上寻求网友的帮助 在视频描述中她说 现场没有人是穿着衣服下水的 我们翻遍了所有的视频 也没有发现这个女人的踪迹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留下你们的看法 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到这扫子